新手技术篮球最开始该练什么 地球军个人的看法是 绝对是投篮 因为无论是运球 传球 抢篮板还是方手 我们做这一切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得分 而投篮无疑就是最直接的转换方式 那突进去上篮不也是得分吗 说的对 但无论运球有多厉害 速度有多快 你都需要练就稳定的投篮技术 不破国人才能更加高效 打个比方 你没篮 三位鞋就少了个投篮没鞋 对方直接放进两米远 你怎么突 你启动再快 他都有时间贴上来 而当你具备一手精准的投篮 放投你 你真的敢投进的时候 防守圈就会紧紧的跟着你移动 这样你就能很好的带动对方的重心 以此创造突破的机会 再者 继续军相信 每个人肯定都喜欢投篮精准的队友 即便他是新手 只会继续投篮 都是一个不错的帮手 一个出色的偷手 他即使站在底角看戏 防神都必须对其进行紧逼 这样继续队友的进攻 就会有更好的空间 想象一下 如果低脚站的是格林河背少 屋顶太古西蒙斯 防守就会紧紧的收缩内线 动度相对的传球和突破 这即便是神仙也突不进去 所以每个球员都需要练好投篮 练就一手精准投篮 不仅能让你的突破更加的容易 也可以间接地绑住队友 获得更好的进攻空间 事实上 为什么很多人不注重 也不喜欢在投篮上花费大量时间 是因为练投篮跟练一个特定的动作不一样 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你并不能很快地得到训练的反馈 但是等练出一手不错的投篮之后 发现赢球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今天的视频 记得转发给你那些 只突固头的好兄弟 督促他投篮 我是分享篮球干货的季晓军 下一期告诉你 想成为一个出色的投手 特别该注意拿起细节